在康熙年间发生大地震的时候曾经倒塌过 所以说康熙皇帝一度又在对这个大殿进行了重修 所以说现在这个大殿是康熙年间重修的这样的一个大殿 它仅仅比咱们北京过宫的太和殿矮了半块砖头 其实高度是一样的 但是它盖起来的时候矮了半块砖头 来表示康熙皇帝对孔老夫子也有尊重 这个地方也是每年咱们孔老夫子到9月26号到9月28号之间 全世界的季孔大典都要在这个大殿门前举行 到那个时候来自世界各地的所有信仰孔子的一些后人 以及咱们研究儒家思想的一些后人 都将来到咱们这个屈服的地方 聚会在咱们大神殿门前展开周朝的这个宇宙文化 然后来寄致咱们宫老夫子 其实这个地方呢 又请过咱们当地的这个学者 还有很多这个高朝的学生 来到这边这个拜祭宫老夫子 咱们大家看过这么多的上 咱们找到台上来啊 到他们去咱们找空旷的地方再给大家讲 咱们好 etap呀